孙殿英进入乾隆墓后,为什么要将乾隆牙齿全部给敲掉呢? 东陵大道孙殿英,起于北洋军阀,辗转于北洋军阀混战,是个有乃就是娘的主。 1928年5月,孙殿英被蒋介石收编,任命被第十二军军长,驻扎在河北济县与尊华县,离清东陵不远的地方。 他看到马福田、孙少义、那些土匪进入东陵道堡,便动起了歪心思。 孙殿英一生最得意之事,莫过于大道东陵,硬是凭借此从无名之辈恐火全国。 近代史上,他也赫赫有名,对于盗墓的动机,他说过一句最经典的话,说, 靠着枪杆子,孙格满清的命,冯玉祥驱赶普一离拱,我枪杆子没几条,只能格死人的命。 到过定东陵,孙殿英一起又去御陵,各番迅速打劫,为仿佛和脸的坍塌,慈禧最终放了一颗夜明珠,当时估价约八亿人民币,但他的下落也一直是个谜底。 干龙在位六十年,又当了四年太上皇,在世时所收藏的名画古铁,真一股丸,肯定不在少数,而这些奇珍异宝大多与干龙一起埋葬在地下宫殿之中。 孙殿英深知干龙墓葬中宝物树枝不济,于是在盗决完此起陵墓后,就马不停蹄,地带领士兵冲向干龙墓,然而在盗决过程中,却发生了一件怪事。 玉林内本来是藏有六人,即干龙,孝贤,孝纯,慧贤,哲敏,书家,也就是说墓内共有六具棺果,但士兵在外怎么用力撞击,也无法打开最后一道石门,最后万不得已只好炸开。 士兵进入地空之后才发现,原来宝床上只剩下五具棺果,而另一个最大的干龙棺果,竟然离开了宝床,走到了石门后,充当了自来石,将石门在里面死死地顶住。 这让孙殿英又害怕,又震惊,但更多的却是愤怒,心想自己的军队被打得狼狈不堪就算了,到个墓还能被死人欺负。 于是,在愤怒与巨大的利益冲击下,孙殿英丧失了理智,他下定将干龙棱木洗劫一空,一箭不留,士兵们发了风势地冲进地空,根本不顾及这是皇家的地空,他们洗劫的方式简单到了极点,感觉值钱的金银玉器就往箱子里扔,感觉不值钱的字画骨铁随手抛弃。 但孙殿英知道干龙遗体的嘴里肯定藏着宝贝,于是下令将其掰开,想看看到底嘴里有什么。 然而,干龙已经去世多年,尸体的腐化程度可想而知,想要从口中拿出宝贝只有敲掉牙齿。 但令孙殿英很失望,干龙嘴里没有像慈禧口中的叶明珠那样绚烂多彩,只是一颗佛教象征性的西藏黄珠,孙殿英勉强收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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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e睻装安静健库和第三者送保证ics的支持政治党名ør什副。